身处和小法座的日常爱秀 和他们相处得越久 又觉得他们尚没着认识 或许一切命中注定 在我这里他们相遇了 杜冰看小法座的眼神 像不像是一个男孩 在哄自己的女朋友 这就是我每天和拉黑要尽力的呀 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他俩整天这样呀 就像是情侣之间的大情骂俏 让人受不了啊 不论小法座给杜冰咬得多疼 杜冰从来不见 就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 那假如就好像在说 哎呀我是被幸福包围的狗子 我每天都很开心 最可惜的是啥呢 玩累了 哎小法座就怕杜冰身上一睡觉 这阵子不论是白天晚上都要粘在一起啊 醒了之后人俩继续玩 玩一会儿杜冰就开始舔小法座身上的毛 每天呢都给他洗澡啊 就好多人跟我说 说斗牛身上有味 我不是跟你吹药 我家小法座身上从来没有味 如果说有点味的话 也是够两味啊 那假如杜冰天天给他舔呢 每天的流程就是先舔杜冰 然后再舔屁股 之后呢全身 有的时候呢小法座确实鸡眼就不愿意让他舔 杜冰还会哄着他呢 本来呢这个狗是我买给私友的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吧 这哪是买给私友的呀 这不是给杜冰买了个玩具吗 天天哄着舔着的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轮回的话 或许他们是被贬下凡间的落难小情侣 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好多时候我会看着他们一起玩 然后就出了水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烦恼 他们的有生之年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总是有人跟我说 玩手机不好 玩手机不好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玩手机 它确实它就是不好 但你找到手机了吧 我看看 这灶好玩 这玩意了 这玩意了 都比营讨三小夜 手机 然后在误物中 那根本就不 teria惚重的 这玩意了 在误物中 这玩意就可 这玩意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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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来了 大哥过来视察工作了 看看你这两个小老弟睡不睡觉 是不是 拉黑今天是上老火的 真的 你看小发刀一点都不困 就是玩呀 给俩大狗都玩困了 哎呦 大哥是真厉害呀 想聊谁就聊谁呀 看看他看我看他走 看我说我看我这两个小发豆 我说我这两个小发豆 我说的我说你这三个小发豆的那一把我说你这一把我说你这一把我说我说我这个小发豆都一把我说我说我这个小发豆也没敢做事呢 没有猜不到的 他只有你想不到的呀 快上车 我家里养了一只狗 他名字叫做发抖 他的皮肤中 爱睡爱吃肉 放屁的面中 看到美女不肯走 他俩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 以前小法州一靠近 拉黑就跑了 最后不一样呢 他俩还能在一起玩一会儿 真是在拆架中建立的友谊呀 拉黑 当做的面你就这样的 不太好吧 你看这小法州馋的 纸这么好吃吗 来尝一尝 哎呦不能吃这玩意儿 他学会了 跟拉黑在一块 你还能学得好 拉黑没叫他什么好笼器 就是教会了他执着 例如拆架 他就非常执着 就像是失去神经 我感觉不到呼吸 连空气都窒息 歪歪 I love you so 每秒钟担着心惊 迎战你给他兴起 你与种不同的 爱望又让你 谁让你猜的啊 叫你个不好事是不是 叫你这么一点都不好事 咋的你是拼头饿呀 你学拼头饿呢是不是 不惩罚你 你还得继续拆架 你随便叫 叫也不给你狗粮吃 干嘛唱歌了吗 这是啊 干嘛呢 你这你都啥提醒呢 还这么着急吃饭 答应我 不要再拆架了好吗 咋的 看来 你会触把気和 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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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